知名的日本知名的漫畫家怪異黑捷克的作者手種智寵 是醫學博士 最後是棄醫從事漫畫的工作 而如今呢 台灣也出現了醫生漫畫家 他的名字叫藍一峰 他念完台大醫學系之後呢 毅然決然的跟醫界說拜拜 以畫漫畫為生 而且現在還要出版漫畫月刊 好 這樣畫面 大家會聯想到是電影 比如說像阿凡達 或星際大戰 說起漫畫 藍一峰眼神發亮 語氣透露出開心 就是一開始只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最後慢慢 就是從畫面慢慢去修整 然後修整 然後最後就可以 不可以這樣子 只是這雙手 本來應該是為病人看診 寫病例的 但他台大醫學系畢業後 就一頭栽進了漫畫 成為即將出刊的漫畫月刊總編輯 我覺得每個人要做自己 適合的事情會比較好 在實行醫學的工作的時候 如果你你有疏忽一不小心 那就會造成很糟糕的結果 我反而是比較喜歡說我一個東西 那我不要怕犯錯 我可以做到做成一個很棒的東西 不當醫生當然鬧過家庭革命 連岳父岳母也覺得奇怪 以為女兒會嫁給醫生 沒想到卻成了畫漫畫的 甚至還寫小說出書 去做成一個產業 那讓台灣人都知道說 原來文化創意產業 他也可以賺錢 大學同學都當了主治醫師 薪水也比自己高 但藍一峰並不羨慕 因為他正朝著自己的漫畫夢想前進 民視新聞程度03副特幣報導 民視新聞程度03副特幣報導 文化創意產業